大家好 我是宣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三個字是假突破 談談市場 今天市場相當反覆 早段高開曾經上升過27,200點 不過升幅很快就無以為計 慢慢收窄 以至倒跌後倒跌的幅度增加 最後全日收26,983點 跌79點 成交了1,330億 今日市場回宇和昨天升得好股份 今天出現回頭有關 包括地產股、香港商場股、信托股 其中領展跌得比較多 1.6% 加上騰訊 今天也回軟 可能與阿里巴巴新上市有關 資金有點分流 令騰訊今天回軟 0.9%都是跑輸大市 回說整個市場情況 今天市場跌79點 成交率很大 1,330億是半年以來最多 當然這與兩方面有關 第一是阿里新上市 阿里9988上市 一隻都超過百多億成交 加上今天是MFCI季度檢討日子 收市之後生效 所以在收市前大家都做了換馬的動作 令到九關股份成交大增 將整個市場的成交都推高了上來 所以今天去到13億 不可以當作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一般來說 跌市成交大便是大件事 今天來講這13億不可視為一個利潭的訊號 整個市場後市怎麼看呢 初步看都比較紛紛 一方面從消息面來說都比較紛紛 一般引述的好消息就是 國家副總理劉鶴致電 與美方談判代表萊特希澤 以致無音通電話 就著說這些問題 大家就著彼此核心關切的問題討論 相關的問題都取得共識 而且會承諾 雙方承諾繼續首階段剩餘的問題保持溝通 雖然有消息傳出 美方未必會在感恩節之前 這星期會去北京和中方開會 因為之前傳出北京的邀請 華府方面人去開會 現在就說應該不會開住 因為有幾方面未除得共識住 不開會住 但市場今天解讀 對劉鶴這個舉動 今早打電話的舉動 通話的舉動比較正面 所以當作好消息 與此同時市場亦有些壞消息 仍然存在 當然未至於爆出來 但隱藏著 包括之前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懸疑未決 暫時未知如何 如一有新動作都是頭赤的 另外一方面 今日香港出境的數據 仍然指向差 第十月份出口數據 跌9.2% 比市場預期都是差 8.5%左右 還要差 顯示香港經濟是繼續弱的 換言之 消息面方面是有好有淡的 與此同時 技術面都是偏淡一點的 雖然今天市跌不多 但技術面是偏淡的 技術面是兩方面說的 一方面外圍情況出現弱一點的信號 其中一個 第一個看的就是美匯指數 美匯指數 綠色 這就是下降軌 早兩個交易日已突破下降軌 換言之 有些重拾聲勢未到 一般來說 美匯指數 重拾聲勢對新興市場以致 港股的氣氛或風險位納都是不利的 這就是偏淡一點 與此同時 上映指數 即是很影響香港股市的指數 上映指數 就看到 紅色這條線就是下降軌 其實這段時間 一直沿著下降軌下跌 而且高低點是呈一浪低的浪 高點一直下降 低點也是的 上星期又再創調整浪野的新低點 換言之下降趨勢沒有什麼改變 一直反覆偏遠 當然 外圍偏淡為主 亦有些好消息 就是 美股的聲勢仍然持續 這看到的導致 站在兩萬八千點之上 仍然強勢 這刻仍未見到任何扭轉的情況 換言之外圍偏淡為主 但亦有好消息 換言之都是分層 至於市場因素亦很有淡 淡的就是兩個重要因素已經完結了 一個就是阿里巴巴上市 今天正式上市 之前市場的消息或分析 一直衝勁阿里巴巴要上市 無論如何都頂著市場上市 市場的氣氛比較好 大家都怕手掌 開心心 但今天正式上市 與此同時 另一個因素就是貴結 貴結之前 可能大家未必會太多動作 現在都結束了 兩個重要因素都結束了 只不過單這樣看 好像是弱一點 偏暗一點 但與此同時 另一個因素正在來 可能另一個市場 可能會出現人為因素控制住 或者左右住 未至於出現大的方向 說的是什麼 就是11月的期指結算 11月是相當反覆的市場 逢不逢不逢落下來 現在結算了 最近好像市場 臨時想頂上市 在這種情況之下 怎樣呢 會不會是臨時頂上市場 令11月的期指結算 不至於太低 總而言 幾個因素都是分層 只不過香港本地因素偏淡一點 無論是郭子以至恆子 是偏淡一點 恆子先說郭子 郭子之前好像形成小雙底 但不能夠升穿 今天試試雙底頸線 已經掉頭回軟 陰陽足途出現淡有犯工偏弱一點 恆生指數更加出現 怎樣提及的幾個字 好像是假突破的狀況 好像是 因為這也是 這兩色紅色箭嘴 兩個就是小雙底的情況 綠色箭嘴就是頸線 其實昨天已經穿過頸線 初情突破的勢頭 今天更加高開在頸線之上 好像高低的小雙底 就有機會形成 但穿了頸線後 就縮縮地下回軟 雙底頸線失而復失 這個可以視為假突破 偏弱一點 在這個情況下 恆生指數有可能出現一個 之前的升勢 可能是一個整固的狀況 未必好像昨天一樣 紅紅相上升 可能在這些高位 繼續橫行整固 直至結算完之後 再出現方向 順帶一提 今天阿里巴巴上市 看完今天阿里巴巴新上市的情況 大家要留意著 阻力位在哪裏 阻力位是188.2 這就是主要阻力位 大家要留意著 如果再次上市都穿不到 短線可以考慮在180.2 這個位置先行 短線獲利 重要支持是187.2 如果穿了 可能要進入一個短線整固 投資者在這些位置 可能要考慮是否及早收割 賺一轉 大家要留意著 整間關於今天分析 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